12月30日 深圳市严廷区人民法院 对邓启然等十人组织偷越边境 偷越边境案公开宣判 以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 判处邓启然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判处乔应于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以偷越边境罪判处郑子豪 闫文谦 张明玉 张俊复 黄伟然 李子贤 李宇轩 郭子林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经过依法审查 不公开听证 深圳市严廷区人民法院 对资源认罪认罚的未成年人黄某某 犯罪时未成年的廖某某 以偷越边境罪做出不起诉决定 当天上午十一时许 该两名未成年人在深圳湾口岸 移交香港警方 此后送至天水为警署 在今年的8月28日 我们香港警方透过商户通报机制 得到来地的执法机关的通知 只在8月23日的早上 是有十二名香港居民 包括十一男一女 他们是在内地的水域 在一艘快艇上面 是被内地的执法机关截获 并且是依法拘留 而这十二名潜逃的疑犯 其实他们在香港是干犯了不同的严重的罪行 罪名是包括制造及管有爆炸品 暴动 伤人 纵火 集警 藏有攻击性武器 管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 以及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国安法罪行等等 香港警方在当天会见传媒时介绍了案件情况 香港警方表示 该两名未成年人在完成隔离检疫程序后 将会被带回法庭应讯 另一方面在这两名男子回到香港 也都回到我们警署之后 我们都给了机会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家人的 当天香港警方重申 气暴潜逃是一项严重罪行 一经定罪将面临罚款 以及监禁12个月的惩罚 我们香港警方想重申 弃保潜众的严重性 社会是不会姑息一些正在等候法庭的严重 应讯而选择潜逃的罪犯 他们是逃避法律责任 亦都是违反法庭给他们的保释条件 除了他们要面对他们原本的罪责之外 他们亦都有可能被加控另外一些罪行 包括是违反香港法例221章 刑事诉讼程序条例里面9L条 即是没有依照法院的指示归颜 一经定罪是可以被判罚款 以及监禁12个月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